今天来给大家整一个狠活 大家看这个 你看大不大 和我手差不多大 这个蜘蛛是刚才越狱了 往开盖子了 然后刚从床底下给它掏出来 抓的过程中可以说非常艰险 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 用我的神器 这叫什么破伤风托盘 只有这种神器才能赶得动这么大大蜘蛛 说实话 很久都没有上手这么大的蜘蛛了 感觉我还是有点退化的 这只蜘蛛养了 算了一下养 大概都9年了 9年到10年了 差不多是我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养的 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我都快高考了 好 说实话 是有点麻的 你们看 你们现在看我牛逼不 觉得牛逼大概大目的口可疑 然后这个视频 三连和投币 它必须得来一个了 这个蜘蛛真的是太刺激了 它全打开 现在大概得有 得有20厘米 应该能有20厘米以上了 那我拿出去 拿出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这么大的蜘蛛吧 跟你们讲 即使是不咬你 即使是他不踢毛 你把它上完手之后 你的手也会养一段时间 你能理解吗 即使他什么都不做 你上完手也是难受 所以说 哎呀 这两个字啊 这性感啊 贼既是性感 怎么说呢 久违了 去盘一盘这个大蜘蛛了 真的是久违了 简单的小玩一会儿 给它放回去 这个危险动作啊 实在不建议大家模仿 这个没有蜘蛛的朋友 可以拿这个大闸蟹去代替 夹一下 那可能会疼 可能但不会中毒什么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这个视频给大家带我这 我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我怕给这个蜘蛛玩坏了 对吧 我的刺脑都没啥事啊 好了 大家拜拜